爷爷,咱们今天去哪儿披馆 6月初三,离沈亿的14岁生日宴还剩3天 沈老爷子立牌众议,坚持要带小宣宝去考围棋段位 孙女年龄还小,暂时不加入职业队 也可以不当职业棋手,先把段位考了再说 沈亿的生日宴上回来很多有头有脸的嘉宾 老头这想法,纯粹是为了给小丫头冲个门面 巩固她在豪门圈子里的地位 毕竟从山里收养来的孩子,难免会被人轻视 怪孙女,等会和一个比爷爷更厉害的老爷爷下棋 可要拿出吃奶的本事哦 爷爷,咱们今天去哪儿踢馆 踢馆二字显得有些自大,但这是从方老头那里学来的 小丫头没上过学,啥也不明白 今天可不是去踢馆的,是去参加围棋生段赛 跟真正的大师切磋棋,要续心一点哦 好的,我听爷爷的 很快爷孙三人便来到了比赛的赛场 围棋每个月都有升级生段赛 有业余和职业之分,上次去方老头家 就是让他摸摸小丫头的底 方老头正好有人脉 直接帮小丫头越过了初段考核 直接冲刺最高的九段 考核师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小玄宝明显感觉到有些吃力 玩着玩着就不想玩了 因为他真的只是把这个当玩具再耍 毫无半点名利心 这个老爷爷果然比爷爷还要厉害 要赢他还真不容易 哎呦喂,屁股都给我做痛了 迟迟干不掉大师 玄宝突然不想玩了 甚至还想故意走错输掉 一旁的神老头可是千年的老狐狸 一眼就看穿了小汉包的想法 乖孙女,别着急啊 要不要喝口水歇一会儿 已经坐了两个小时 玄宝确实有些坐不住了 爷爷,哥哥,我不想喝水 我想喝奶 不然就没有吃奶的力气 好好好,爷爷马上去给你冲 你乖乖下棋 大师,我妹妹可能坐累了 我可以抱着她吗 小一些了,那就让哥哥抱着吧 考段位可是非常的严格 考虑到丫头年龄太小 才准许家属在一旁照顾 沈依立马抱起小汉包 然后轻声安慰 没事,你还小 下不赢大师也没关系 哥哥,这个爷爷太狡猾了 总是看破我的阴谋 阴谋两个字让沈依忍俊不惊 显然是从二疯子那里学来的 不错不错 阴谋这个词用得很恰当 我还有很多阴谋的 我可以想办法赢的 那就别客气,使劲扁她 哥哥,这个老爷爷比爷爷还老 扁这个字很不恰当 应该用揍 好,那就使劲揍她 对面狡猾的大师听力很好 知道宣宝已经来的精神 小依稀了 阁下心情好了吗 咱们继续下棋好不好 好的,阁下 今天考段位的人不少 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被这个小丫头吸引住了 污水版就来考段位 爬死来高气刷料 你还不心愁 谁个娃儿跟打死都想要两个消失料 今倒没焚醋神父 你开打死地连嗓都冒害料 小汉包 把你的小阴谋全使出来 下完这局我们就走 好的,哥哥 被沈依彻底哄开心了 小家伙顿时气势如虹 而考核的大师也不凡 今天这一场对应 绝对会轰动新闻媒体界 半小时过后 两人终于分出了胜负 小汉包最终还是赢了大师 不过是显胜 乖乖 这小丫头太厉害了 真不敢想见 大师可是那国世界杯 必赛冠军的 母香道输给了一个耻奈的孩子 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老夫今天长见识了 大师爷爷 你让了我一步棋 我才赢到 其实我可以跟你打平手的 此话一出 众人更是当场懵圈 因为没有一个人看出来 大师居然让了一步棋 小丫头确实不简单 这都看得出来 围棋的最高段位 非你莫属了 大师爷爷再见 我要去隔壁下香棋了 什么 他还要考小七登记 我没有听错吧 还绕不绕人活来 香棋考试也是 方老爷子搭的线 小玄宝直接挑战最高等级 老爷子震惊地发现 小丫头的香棋 比围棋下得还要好 香棋分为快棋和慢棋 这小家伙竟然用快棋 十几分钟就赢了 讨核的香棋大师 爷爷 哥哥 棋下完了 咱们去吃饭吧 我肚子好饿 好好 马上就去 刚才发生了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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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